我们尝试从人物 从尝试来出发 来看看这一套独有的中国式的思考 在我们理解台湾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之前 不能够不先理解台湾与大陆的关系 好那么国小六年级的毕业生 他们有毕业纪念册 里面有很多大家的照片 这几个为什么要给他蒙起来呢 因为你看他手上真的摆一个 这个中指的姿势 四个人全部都是笔中指 结果家长气死了说 怎么这个照片看起来还得意洋洋的 学校都没有在管吗 这样子的照片也可以放进毕业纪念册 打开这本国小毕业纪念册 五个同学排排这样合照 其中却有人双手都笔出中指 一脸耍酷的表情 家长一翻开看到简直气坏了 毕业纪念册拿回来说 看他们班的小朋友 怎么都比那个不文雅的手机这样出来 像是国妈 你看连老师也是同样 家长通批不像话 小学生不学好拍照比中指还得意洋洋 另外还有再翻到这一页 全校老师合照大家都很正常 这位女老师却拿资料夹遮住脸 右手笔业 让家长纳闷 这个老师到底怎么回事 小方非常低调说这位女老师本来就比较幽默 连拍好几张 但不知道为何会挑选这一张 校方解释 小朋友比中指合照当然不妥当 不过这是班上老师跟学生一起制作 校方都不知情 为什么会把那张照片放在毕业纪 对 老师可能是没有注意这样 这只屏东是一间国小今年的毕业册 学生比中指合照 老师拍照却挡住脸 不太妥当的照片 校方通通放进毕业册 让家长一翻开超惊讶 质疑教育出问题 这么新潮的毕业照 家长实在吃不消 中心有张春华频道报道